残祸 救援 看似简单的事故现场 结果却始料未及 闯灯 诡异 大货车内原来另有乾坤 疯狂 唏嘘 高速公路上演惊险一幕 红色面包车为何无影无踪 今天收看本期平安365 我在现场 大家好 我是深圳交警熊丛君 在城市的足干道上 一辆摩托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摩托车乘客生命危在旦夕 在事故的调查过程当中 频频出现的状况 预示着摩托车事故发生的必然性 最后结果如何呢 我在现场 2016年2月22日 元宵节下午2点30分续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大道 往福华路附近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事故现场 一辆摩托车倒在地上 在它后方不远处 一辆公交车停在道路中间 从量车的位置来看 这起事故似乎是由于 摩托车与公交车发生碰撞造成的 而在交警调查的时候 公交车司机却始终不肯承认 自己存在过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开始从那边拐弯 可能拐弯拐得也是快些太快了 一下子拐弯就转下来了 你是怎么走的 我急走 你是直走 有没有撵到他啊 没有 确实是没有 我大年纪的 一个20岁左右 一个有30岁 那个开车的有30岁 开车的没事 开车的没事 坐车的就伤得很严重 在事故现场 交警除了摩托车与地面摩擦留下的痕迹以外 没有找到其他这辆摩托车相关的信息 那么事故原因是否如公交车司机所说 伤者现在情况又是如何呢 为了尽快查明真相 交警立即赶到医院了解情况 送过来的时候呢 是没有呼吸心跳的 就是 而且呢 主要是发现右大腿这个地方 大块创臉 血管呢 这些都已经是断裂的 另外头部跟胸部 还有其他伤情 现在还没有查出来 但是现在它已经是生命血液 是没有心跳呼吸的 那现在这个是多大的 据他朋友说是18岁 才18岁 到了医院后 交警了解到 摩托车乘客此时已经停止了呼吸 年仅18岁的女孩突然意外身亡 这让她的家人一时无法接受 而在医生的办公室里交警发现 这起事故中 摩托车的驾驶人谭某 竟然也是一个年轻的女孩 是他开的车吗 是他开的车 你开的车 他骑着摩托车 是吧 摩托车不能骑的你不知道 深圳计膜知道吗 而且你的摩托车是有问题的 第一个我们查不到车架号 第二个发动机号是被划过的 你的摩托车哪儿买的 不急 是大跑车撞到你了 还是你自己滑倒滑出去的 大跑车撞了之后滑出去了 在交警向摩托车驾驶人谭某了解情况时发现 他的说辞与公交车司机的完全不同 到底事故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交警调取了公交车上的新车记录仪 从公交车上的新车记录一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公交车与摩托车相遇之前 摩托车已经摔倒 在向前滑行十多米之后 又与后面行驶的公交车相撞 由于事发当时刚刚下过雨 路面湿滑 摩托车的摔倒似乎只是一场意外 而在进一步调查时 交警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现在那个人是证件是查不到有是吧 查实是无证驾驶无号牌 那可能要拘留了吧 不是可能已经拘留了 已经拘留了 那像他这种无证驾驶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并且负有主要责任的 可能会负有什么样的刑事责任的 交车司故自人重伤或者自人死亡 负主要责任以上 三年以下有期不行 在调查中交警了解到 摩托车驾驶人谭某与死者郭某 是非常好的朋友 事发当天 两个人原本准备一起去购物 但是由于郭某驾驶摩托车时速度过快 并且操作不当 最终引发了这场惨剧 一起交通事故 让一个年轻女孩的生命戛然而止 另一个女孩也将受到法律严正的惩处 而他们的家人更是承受着这巨大的伤痛 那父亲这一块你也节哀 其实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你女儿的无人驾驶 还是因为你女儿驾驶摩托车 事先就滑倒 酿成这起事 我也是希望这些广大的市民都引诱一切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99条规定 为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 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可以并处15日以下居留 袁小姐本来是一家人开开心心在家过节的日子 但是大家看看这两个不懂事的小孩 毫无安全意识 无证驾驶摩托车 酿成了这么一体严重的交通事故 在节目里面我就经常劝大家 不要去无证驾驶摩托车 不要去乘坐那些无证驾驶的摩托车 但是大家现在看看 这样严重的事故 你能够承受吗 在此呢我是特别要提醒一下 这些学生们 这些年轻人们 还有这些家长们 一定要好好地吸取教训 别到出了事故 你哭都来不及了 十字路口 一辆货车竟然肆无忌惮随意闯灯 交警之法 驾驶人为何又畏受畏尾不敢动 请继续收看本期平安365 我在现场 你来把这些车子给他托过去 我也不知道 你不动 你躺在那儿 躺好 大家好 我是成都交警 谭桥 一辆货车违规行驶 驾驶员行为非常的怪异 他究竟在想隐藏什么 究竟怎么回事 我在现场 在四川省成都市 龙潭立交的一个路口 交警发现 一辆货车竟然无视交通信号灯 在红灯亮时穿过路口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货车司机如此无法无天 交警立即采取行动 拦停了这辆货车 你好师傅 这还很早走是吧 你开这个车子 这狠心霸道惯了是吧 走路都狠着走 是这个意思 他又对不起 我走了 知道什么事找你吗 是吧 我擦了跑黄灯 黄灯 你闯了黄灯 红灯变成绿灯之间 它有黄灯吗 只有绿灯变成红灯 才可能会有黄灯吗 我擦了不在山里心 哪儿 货车司机的表现 让交警哭笑不得 而他接下来的行为 更是令交警感到十分奇怪 你看看 你后边所有这个号牌 根本就夸得我 不 师傅 看看你号牌 我说你 怎么不过来 我比较紧张 紧张 腿软了是吧 走不动了 我在说你的号牌的 你看你号牌 都张成什么样了 号牌 这师傅可能是 是有紧张 那没事 紧张 我给你好好聊一聊 那我们过来 你看看 当时我们就在这个位置 我们车子就停 师傅 你紧张了 你挡在这分根 是吧 这个地方 在现场 无论交警如何劝导 这名货车司机 都站在车头前 一动不动 他究竟为何 会有这样的举动 难道真的是因为紧张吗 不师傅 你干嘛呢 你紧张 你紧张刚才下车的时候 你挺溜的嘛 你都横着过来 你 我见你一直把这号牌遮住 你是不是怕我们 这个摄像机镜头 拍到了你的这个号牌 然后 这个电视上 一播出 你们这个就觉得很羞愧 无言面对江东父老 是不是这意思啊 啊 我没事 我把他们摸一下 弄一下 都赶紧 奔紧 啊 有意思啊 有意思啊 在货车司机紧紧挡住的车牌处 细心的交警发现了端倪 接下来大家要看到的是一个大型的经典的舞台魔术 它的名字就叫大变号牌 魔术师呢一般自己是不会变魔术 全靠助手 就是助手请你回到你的位置 好吧 回到你的位置去 啊 对 助手就位 现在大家可以看一看我身后的这一个号牌 这个身后的号牌 它是叫做完美的折战 等一会儿呢 我会在这个号牌的前面 喊这么一个咒语 打这么一个响子 马上 这号牌就会完美的呈现出来 德马西亚 走 走 在调查过程中交警发现 货车司机一直站在车头前的原因 其实是为了遮住货车号牌旁的一个白色手套 而当交警仔细查看时发现 这只手套上绑着一根细细的铁丝 并且一直延伸到了驾驶室内 形成了一个简易的号牌遮挡器 这下大家可能已经算是看得比较明白了 就是你估计你刚才遮的 荡的这个地方 也就是怕我发现你这个机关是吧 它机关错了 你这可谓是机关算尽 但是你算过安全这笔账 谁用的都不行 我跟你说 你这个在这弄的这叫什么 玉盖弥脏 平常就把这个号牌给遮住 遇到了什么有突袭检查的时候 咔嚓一下就能够销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第123号令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中明确规定 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 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 或者故意遮挡 无损 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 一次计时二分 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 一次计六分 货车司机如此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的恶劣行为 将会受到法律严厉的处罚 在这我只想说 像他这个样子设置重重的机关 真可谓是机关算尽太聪明 难道他不怕误了自己和他人的性命吗 请记住 这档号牌欲盖弥脏 交通违法有恃无恐 其结果只能是法网难逃 离起电话 司机声称自己准备开车自杀 无法无天 嫌疑车辆竟在高速公路疯狂逆行 危机时刻究竟如何排除险情 请继续收看本期平安365 我在现场 大家好 我是湖北高速交警佐藤 2016年2月14日 宜昌110指挥中心接到一男子报警电话 声称自己吸了毒 要上高速自杀 随后交警发现 银辆红色面包车 在护隆高速公路 新山至当阳段 疯狂立行 情况十分危急 事件进展如何 我在现场 2016年2月14日 晚19时26分左右 湖北省高速公路交警总队 宜林大队 接到湖北省宜昌市宜林公安分局转警 一名男子报警声称自己吸毒了 正驾驶着一辆红色面包车 去高速公路自杀 为了尽快找到这位 涉嫌独驾的面包车司机 当地交警立即派出四辆巡逻警车 到路面对其进行拦截 这边是没有人 在出发之前 交警已经通过监控 锁定了一辆 从雾渡河收费站入口 驶入高速的嫌疑车辆 但当交警在路面寻找该车时 它却像消失了一样 完全不见踪影 与此同时 另一对交警紧急叫停了 重庆往宜畅方向的过路车辆 并协同派出所民警和路证人员 在各服务区收费站口 紧急设置关卡 一旦发现嫌疑车辆 将立即采取措施 然而十几分钟过去了 嫌疑车辆一直没有出现 如果这位面包车司机真的是独驾 危险可想而知 随后 过路车辆司机带给交警 一个惊人的消息 在滬荣高速高栏隧道内 有一辆面包车正在疯狂逆行 与此同时 一把监控中心也找到了嫌疑车辆的踪迹 从监控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辆红色面包车看着远光灯 车速并不快 但它逆向行驶 随意变更车道 并且多次在道路中间掉头 给过往车辆的行车安全带来极大威胁 因此 找到并且拦截这辆疯狂的面包车 刻不容缓 根据嫌疑车辆的行驶轨迹 交警推测 此时它应该在宜长北和兴山之间 为了能尽快控制这名涉嫌独驾司机 恢复滬荣高速的交通 交警立即展开进一步的行动 你看他来了之后 你叫我 好吧 我们去自家院 再看一下他车上有几个人 在滬荣高速高栏隧道内 交警见到了这辆疯狂行驶的红色面包车 在对车厂人员和行车方向信息 进行确诊之后 交警立即采取行动 蓝停车辆 把人都控制起来 把他救下来救下来把他靠去 谁 靠他 在滬荣高速白河服务区附近 两辆警车分别从正面和侧面 将正在逆行的红色面包车逼停 而在接下来的调查中交警发现 红色面包车驾驶人姜某意识模糊 随后对其进行尿检的结果显示 姜某的尿检呈阳性 属于吸毒后驾驶机动车 更加令人惊讶的是 他根本没有机动车驾驶证 属于无证驾驶 据姜某交代 事发当天下午 在家里和父亲吵了架 心情非常郁闷 就开着这辆面包车 一个人从雾毒河上了高速 在往星山方向的高栏隧道内 他将车停在了隧道口 吸食了毒品 随后产生了幻觉 感觉有人要杀自己 于是打电话报警 而之后的一系列疯狂举动 他竟然完全没有意识 人在吸毒后会产生幻觉 而且精神亢奋 判断力低下 在这种情况下 开车上高速公路疯狂逆行 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公安部第123号令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中 第12条规定 三年内有吸食注射毒品行为的人 将无法申领机动车驾驶 事件中红色面包车驾驶人 江某独驾和无证驾驶的行为 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最终江某被公安机关 依法行政拘留20天 罚款3400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